好,那我們怎麼樣來申辦這個青年創業貸款 那我們可以看到流程 我們可以向銀行提出申請 那銀行就是會有申請意料 銀行會拿你的申請表去親撫會 因為這個青年創業貸款是親撫會這邊發出來的一個專欄 那我們會去跟他確認說 你是不是已經有申請過的還是新申請的 那如果是都是沒有申請過的狀況下 我們就會走到這邊來 那我們會請你在銀行這邊 填一些銀行需要的貸款申請的表格 可能就是你的基本資料啊,公司的資料啊 那準備相關的資料 這是包含比如說公司如果已經成立的話 我們會要求要拿你的那個401報表 401報表就是每兩個月 我們公司如果說有開一些發票 他會去國稅局報稅的一些紀錄 他就是會長掉 都在會計師那邊會拿到 如果經營已經滿一兩年三年 因為我們說五年內都可以申請 那有經過年度的跨月的話 都會有一個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一般所說的稅前 那一樣我們都會整體 那基本上我們會整體三年以內的資料 那另外還會填具真信同意書 這個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說的啊 這信用狀況很重要 那公司的信用狀況也很重要 公司信用狀況是什麼 一般論中公司會申請支票 那還有可能公司有一些簡單的貸款 可能之前有一樣他都會有交款紀錄 有沒有退票的紀錄 這些都是銀行在評估很重要的一點 如果說只要信用問題 其實這個案子 銀行推薦的機率可能有90% 所以信用很重要 不論是對個人或是對公司 那經過這些調資金徵信啊 還有一些申請資料的填寫都沒有問題的話 銀行就會去做審的 那審的可能會 到你公司去看一下 實際營業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可能如果說 還完全沒有開地的公司 沒辦法 沒辦法評估 開地有辦公司或什麼 都會實地到現場去做一個看顧這樣子 那另外如果OK的話 我們就會進行到簽約對保 如果OK的話 就直接跟那個信用回聲 就是回報說 我們沒辦法辦貸款給你這樣子 對 那後續的部分就是一些銀行 各家銀行制式的文件 那就是對完保 對保就是簽約啦 我們所謂的對保就是簽約 那可能簽一些像可能借據啊 還有一些比較銀行需要流程的一些文件 然後再把款項之後 簽約完之後就可以把款項撥給各位 那攝影的部分就是銀行跟金服會這邊 會有一些聯繫這樣 那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一般重要企業 我們政府還有另外一個機構 叫做中小信保基金 它是一個保險的機構 它是針對你在銀行 公司在銀行申辦貸款的時候 業主他要付出一瓶保費 你會去針對這筆貸款投保 那銀行這邊也會覺得風險比較低 比如說好了 你來銀行申請借款一百萬 那銀行核准了 銀行要撥款 它要我們會要求就是說 你到信保基金這邊申請 信保基金這邊申請核准給你 然後一百萬 它可以承保八成的風險 等於說如果你這一百萬 萬不一倒帳了 信保基金會底賠八十萬給銀行 那銀行其實承擔中 也只有另外兩成而已 所以銀行都希望 一般的中小企業去投保信保基金 因為保費也不是銀行支出 都是由業主這邊來支出 那其實保費 其實新年商業貸款的保費費率 其實也不高 都不到一趴 那它是以天計算的 就說你要撥款多少天 它是以天計算 如果你提前還款 它會把你已經繳的保費還給你 所以其實是一個蠻合理的機構 因為是政府的機構 那這個搭配中小企保基金的部分 其實是你不論到哪一家銀行去申辦的話 他們都會要求你要這樣做 但是不是中小企保基金一定會核准 他們也是有一個審核的流程這樣子